就是独家 注意独家公益 第一季财报亮眼的 高值利率的 可以在5月中旬之前来布局 所以我觉得短期 我所谓的短期 就差不多到5月中旬 那5月中旬我们上市会公司 要公布第一季的财报 那现在大家你想 你的意习心理是什么 我觉得股票的投资 所有投资都是意习心理 你意习第一季财报怎么样 一定是不好啊 但是会不会出来你跌破眼镜 某几家公司居然很好 那个就会涨很多 所以第一季财报亮眼的 高值利率的 可以在5月中旬之前来布局 那我们就来调两党 刚才我们讲了任天堂的概念 台湾一坨拉股 但是有两家最具代表 一个是原相 做那个里面的感测器CS 因为很多的游戏 任天堂的游戏就是可以这样玩 可以感 但是它要测你的距离 所以它原相就是独家 注意 独家供应 独家供应 你假如两三家供应 那就不一定有什么 它独家供应 所以它的股票 这一波你看也是 好公司遇到灾难 才有这个偏移货 通常好公司都没有偏移货 只有这种Case 像这样的情况 另外一家公司就旺宏 它也是独家 供应里面任天堂的记忆体 而且它今年配1.2元的股息 以现在来讲 殖利大概有4% 我觉得这个 但是 时间再拉长几个月 我们来赌 疫情会不会结束 拉长几个月 拉长几个月 你假如赌到明年 那我们下班就不用投资了 直接睡觉 我们接下来节目就开始重点 所以我们赌说 今年过了几个月以后 全世界疫情应该都会控制 当然有几个解决 第一个 会不会疫苗延花 这一定要的 那当然有人会挑战我说 疫苗延花那是明年再打 只要宣布疫苗延花成功 你手上有股票 你愿意再卖吗 不会 你会卖在那个低点吗 不会 对 所以即便明年才可以打疫苗 但只要确定他成功 大家就冲你们 大家冲进来买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美国因为他人最多 确诊的人数要下降 降到什么样 一根扁蛋 那个数字就是这样 累计的数字就每天 就是这样一根扁蛋 中国现在已经一根扁蛋了 美国现在不是扁蛋 美国是这样 美国还在爬山 四月七号还破坏了 哪一天你看到一根扁蛋的时候 我们不要买什么 宅经济的概念股 我告诉你 我要去放空口罩的股票 放空 讲这么明白 它已经结束了 你不放空口罩 口罩已经涨两三倍了 但是要买什么 这一波你敢搭邮轮吗 你敢搭飞机吗 你会去旅游吗 餐厅吗 那你看我们那个长龙航空 开玩笑 现在是什么 鸡蛋水饺 把飞机全部把它算一算 也不止这个价钱 不止这个价钱 那时候就来 所以这两个条件 疫苗 美国一根扁蛋的时候 冲进去要买 这个跌缀生的这些股票 扫描骷髒扣 不要错过精彩内容 按赞分享订阅疯传媒 小铃铛开起来 一起来跟风 开起来 哈哈哈 哈哈哈哈